第四集 学会控制坏情绪 再见 小火苗 琪琪是个聪明又可爱的小女孩 但是她有个不太可爱的伙伴 小火苗 因为琪琪很喜欢生气 所以这个伙伴总是从她头上冒出来 幼儿园的玩具时间到了 可是琪琪最喜欢的恐龙积木已经被安安拿走了 这下糟糕了 琪琪的好朋友小火苗冒出来了 哼 快把积木给我 琪琪大声喊道 安安丢下积木跑到一边 她被琪琪的小火苗朋友吓到了 琪琪自己用积木堆了一个城堡 可漂亮了 贝贝被琪琪的城堡吸引了 哇 琪琪 你好厉害呀 哇 琪琪 你好厉害呀 糟糕 贝贝不小心碰倒了城堡 哗啦啦 琪琪的城堡散了一地 琪琪气坏了 她的小火苗伙伴一下子变成了大火苗 你可真讨厉害呀 我再也不跟你玩了 琪琪大声对贝贝喊着 原本想道歉的贝贝吓坏了 她远远地跑走了 小朋友们都不愿意跟琪琪玩 就连小火苗都不见了 琪琪又生气了 但这次更多的是伤心 嗯 大家为什么不喜欢我呀 她忍不住哭了 这时小花老师走过来 摸了摸琪琪的头 老师知道琪琪很生气 但是要学会控制你的小火苗哦 不然它会伤害到大家的 可是我控制不住 它总是冒出来 琪琪感到很委屈 小花老师抱过琪琪 在她耳边说了什么 嗯嗯 我明白了 小花老师有什么好办法 帮琪琪赶走小火苗呢 第二天又到了玩具时间 还是安安先拿到了积木 琪琪又生气了 小火苗呼呼往外跑 但是这次 琪琪没有大喊大叫 它一边深呼吸 一边在心里 默数了几个数字 一 二 三 四 五 原来这就是小花老师 教给琪琪的办法 数完五个数字 琪琪惊喜地发现 小火苗真的跑了 自己一点也不生气了 它走到安安旁边 小声问 安安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积木吗 安安点点头 可以的 琪琪 贝贝也想跟大家玩积木 没想到跑过来的时候 速度有点快 不小心踩到了琪琪的脚 糟糕 琪琪头上的小火苗 又要变成大火苗了 嗯 对不起啊 琪琪 我不是故意的 贝贝很快道歉 琪琪让自己深呼吸了几次 这才回答说 没关系 一点也不疼 就这样 琪琪学会了用小花老师的方法 控制情绪 小火苗慢慢消失了 她再也不是那个爱生气的小朋友 有了很多好朋友 小朋友 遇到不好的事情 大家都会生气 但是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否则坏脾气就会伤害到别人 当你有点生气时 可以试着做点别的事情 比如深呼吸 默念数字 喝口水 小火苗就会被浇灭了 有点那样 就有点判断了 我还没关系 我会看到 在这场中的情绪 不疯 或者